所以我們帶來關心的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臺北市長任內金華 成案被指控涉嫌 突立 除了檢方展開偵辦 臺北市議會也成立調查小組 今天是約談關鍵人物 前副市長彭震生 不過他則是全程相當低調 沒有受訪 而會後議員轉述 彭震生證實 金華成案有許多決策 都是由前市長柯文哲 親自交辦 結束了臺北市議會調查小組的三小時會議 前副市長彭震生離開時 申請輕鬆 不過全程保持低調 因為金華成案已進入司法程序 配合偵查不公開 會議全程不開放 而會後議員轉述 彭震生證實金華成案的許多決策 都是由前市長柯文哲 親自交辦 臺北市政府不會幫任何一個民間團體 或者是財團 或者是民間機構來做研議方案 我想這個答案是呼之欲出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逃也逃不掉 我個人是有一點失望的 因為我還是覺得彭前副市長 非常避重就輕 就對於敏感性的議題 他不是說忘記了 要不然就是直接回答 我們說這個答案有點敏感 議員點出彭震生 似乎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說法 部分關鍵問題含糊帶過 真相還得交友簡道釐清 不過柯文哲爭議連環報 再由議員爆料 柯文哲今年五月以本人名義 拿四千三百萬元現金 買下立法院附近 林森南路上一層四十八坪上半 柯文哲火速出面解釋 費用來自二零二四大選一億多元的 選舉補助款 要做辦公室使用 但在政治現金金流 一雲未解 前民眾黨中央 尚未有長久據點的狀況下 柯文哲以私人名義 購置不動產 再度引發各界 質疑聲浪 解皮學習 鄭林 陳柏玉 台北斗